总统马英九在国庆文告上宣示 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 昨天中场会上又拿美国国内航班来比喻两岸直航 引来了外界批评矮化主权 回顾过去马总统上任以来 两岸关系始终秉持着不同不独不武的立场 而最近一连串的谈话有学者认为 马总统一方面承受大陆压力 一方面想要在两岸关系寻求突破 两岸的航线不是国际航线 也不是国内航线 而是一种特殊的航线 接见美国怀俄明州州长 代马总统却大谈两岸直航 重申两岸特殊关系 因为总统前一天还讲了这一番话 美国的国内航线远比它国际航线来得繁荣 因为它国内的点更多 而且它的消费力比较强 那大陆跟台湾现在支持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跟大陆之间的航线 远远超过我们的国际航线 那美国国内航线比喻两岸直航 难道是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国民党赶紧澄清 强调是陈述事实 两岸定位没有改变 但回顾过去 马总统2008年上任以来 并持不同不独不武的立场 这回在国庆文告上 突然抛出两岸关系 不是国际关系 中常会上 马主席再拿美国内部航班 比拟两岸直航 外界注意到两岸互动出现微妙变化 大概马总统他是希望能够有些两岸关系的进展 而且大陆方面也有一些压力 面对大陆施压以及民调直直落 学者分析 马总统想从两岸关系中寻求突破 而各界也都关注 马总统可能争取马锡会 找到历史定位 大陆方面并没有准备好 也还没有同意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个要能够各说各话 目前空间还没有 所以除非在沟通过程里面 那么台湾愿意说我只是领袖代表 那这个部分看大陆能不能接受 马锡会还是未知数 但这一回亚太经合会上上演王章会 该是让马团队沾沾自喜 面对最后一个任期 马总统想要改写两岸历史 只是议题敏感 若是处理不当 可能得不偿失 雨点TV前子民正希 台北报道